四大省毕竟中国对台动作频频 尤其近日中国气球飞越台湾上空被争获的情况 有增加趋势已经引起了台湾军方关注 今天国防部在公布了5号中午12点04分 以及下午1点05分时 又有一颗空飘气球逾越海峡中线 其中一颗甚至飞越了北部海岸 位置相当临近台湾的震惊中枢台北 我们听一下国防部说法 经过我们的分析研判 那么近期所争获的空飘气球 主要的目的都是以灰色地带袭扰 企图运用认知作战来影响我明星士气 那么国军部队除了以料敌从宽的一个态度 依早期预警完成反征搜的隐隐蔽部署 我们也呼吁国人能够认清中共的认知作战手法 理性的冷静面对 避免受到影响 国防部指出中共运用空飘气球游走灰色地带 企图用认知作战方式影响我国明星士气 呼吁国人冷静看待 而其实从日前1月1号开始 先是中国一枚气球穿越台湾上空 2号发现的4枚气球 有3枚飞越台湾上空 3号4号同样又出现气球 如果再加上5号 等于中共已经连续5天 对台进行灰色地带战术 超 Johan 5号店 5号 13号 14号